蘇智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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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開始來台東的時候其實 爸爸媽媽蠻錯愕的 因為那時候工作其實一直都蠻穩定的 跟他們講的時候已經是我已經決定好工作的找好了 然後才跟他們說 我就說我要離開台北要去台東工作 爸媽也沒有說反對啦 但是他們覺得很好奇 到底其實為什麼要來台東工作 我有一些朋友他們也都好奇啊 他們會覺得說以前在台北 就是每天過的生活是那樣 假日就是一定要出去玩到天亮 才要回家睡覺的 那來這邊 可是我覺得 我既然下定決心想要來這裡生活 我覺得我就是要去改變自己的 調整自己的作息 然後讓自己就是可以適應這邊的生活 其實也是晚上沒有地方可以去啦 所以也就自然早早的就睡覺了 最大的問題是你每天早上一出門 就你在台北早上出門的 是不一樣的 以前真的是覺得 每天早上起床就快離塞車 要走南投路 然後要塞多久 然後要前前出門 但在這邊就不是每天就很輕鬆 工作就很像在上門 真的是滿喜歡的 最好把這個水擋起來 然後讓水有 因為那邊比較乾 我們就要先把水吐起來 認識我比較久的人他們都知道 其實我在台北就是一個很愛玩 當初去找新鮮的事情 這個生活是真的會只有想要的嗎 因為可能沒有像在台北一樣 或是在電視一樣 就有這麼多的新鮮的世界好玩 是也可以說的 來了一年多了 我覺得 剛開始的時候真的覺得自己 就是真的蠻辛苦的啦 然後真的死的都不懂 因為印象中稻疾 就像我們出去玩的時候 他就是游泳一遍啦 那其實就是我看這些稻疾 他從插秧過種到結水 然後收成 然後點出來的米 然後吃進自己的肚子也會 其實真的還蠻有成就感的 這些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 就是一點一滴這樣把它完成 那我覺得這可能真的是會讓我們 就是我們一輩都會很難忘了 很舒壓的感覺 就是一放空 然後你現在都拔整一次那種快感 雜草的生長速度 會比 有時候會比稻子來得快 那如果 當雜草 長了 長高過於 稻子的時候 很容易就會抑制 稻子的生長 你看那個很膩的 那個就是中間都是雜草 好 盡量能拔就拔多少算多少啊 沒辦法 其實自然用法最痛苦的地方就是在 稻子其實還有很多的天敵 然後但是你沒有辦法 如果你不用這些東西的時候 其實這些天敵會出現 那 最痛苦的地方就是 你要想辦法 在傷害這片土地的情況之下 然後要 讓這些天敵 盡量的減少 其實我覺得這是 最適合的 那當然在成本上面 就是在花費的成本上 就相對的一定會提高的 以前在台北也不會特別去感受到說 啊 這樣子的一個污染 或者是這樣子的一個過度的使用一些 化學藥劑或者是一些塑膠產品的東西 會不會對這個環境造成什麼樣的污染 其實在台北也不會特別有感覺 可是來這邊生活以後就發現 這些東西其實說真的還蠻可怕的 我是真的覺得蠻感動 因為就會覺得 你自己在做的這件事情是 它是對的 它是一個 它是這個方向是對的 你會覺得 就是 再辛苦這個東西 1985 然後 叫 本名叫做蘇毅堯 然後 大家都叫我李恩 或者是 小蘇 現在目前全職就是一個 孤蘭喔 啊 真的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 在以後 我 當我有年紀 或者是我老了 我會看我先 以前的過的人生的時候 我覺得至少我不會是後 而且我覺得是 至少會有去嘗試 如果過這樣的生活 我沒有彈恋愛 沒有時間 彈恋愛 每天都變 盜子彈恋愛 謝謝